為什麼?不動 可能喉嚨失去了, 換個條就沒事了 熱草, 二號床要換胃喉 不好意思 我想問插完胃喉的確定測試 是先測試PH還是先測試? 先測試, 用聽筒聽聲 再抽胃測試PH 明白 不好意思, 我又想問 聽到什麼聲音才代表插入胃 如果插入肺, 又會是怎樣的? 弟弟, 你上課有沒有聽書? 哥哥先生, 響一點 肺的聲音就掘握一點, 明白嗎? 我記得, 胃酸PH價值低於四 PH標是紅色的話, 就代表成功插入 不然就要照X光, 沒錯… 對… 許許Sir, 你的支持者真的很煩 我插一條喉, 她問我幾十個問題 我怎麼插, 你是喉王, 你插 怎麼搞的?這麼簡單的事都要我出手 這些你學會互做的 我做一次的, 以後自己插 由許許Sir親自教我插口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吞口水 我替你聽聽聲音 為什麼?很厲害 大驚小怪, 過來吧 好 插手給她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還一擊即中 教我吧 做得多就快 不, 你是喉王, 你一定有秘訣 哪有秘訣?三個字 復能生巧 讓你插過幾千個真人 黑眼也會插, 到時候輪到你不想插 不是, 許Sir, 你教我吧 我真的很想像你這麼厲害 我很努力 很努力 許Sir 換個三個字 許Sir…你插口真的很厲害 我還沒多少次你插完 很厲害, 我很想學 想學你就自學 你知道碧嫻一天練多少次射罰球嗎 許Sir, 你讓我跟著你學 我會很努力, 不會丟你選擇 放手, 我是非禮的 你知不知道收徒弟和生弟一樣 有這麼大責任嗎? 我只有一份工資, 那豈不是很虧? 最多我給學費 不, 你當我是什麼? 鬼 經常大驚小怪, 自己嚇自己 陶瓷公姐放在那裡 你放假人在那裡幹什麼? 當學生的時候練插球用的嘛 那時候招職相對 現在沒用就放在那裡 不過不經不覺也有二十年了 你不要去, 你給我吧 拿去嗎?不要煩我, 我就行了 謝謝師父 閉著 什麼?你送了假人給我 就是送了一件信律給我 我們已經完成了拜師而式 你已經是我師父, 我已經是你徒弟 神經病 想當年, 梅彥芳送了一件新秀戰衣 給何韻詩 他就成為了兩師徒 今天我也是一樣 由小粉絲變成你的徒弟 我很開心, 師父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你師父 我回來 送了出去的東西, 我拿回來的 我趕著走, 要幫小許去插校 再見, 師父 你這個胖子 什麼? 弟弟, 是不是你拿了? 沒有, 誰有空拿來 一定是你拿了, 拿出來 是呀, 你幹什麼? 我忘了這錶子, 我懷疑你偷了 神經病, 你別找我 別找我… 營酒… 你看看 他幾花得來, 我處理一下他們 知道 不要找我 大哥, 你是在街上哪有貴重物 沒有人偷你的垃圾 我是梅叔 這不是在街上 你說的話, 尊重點 你有沒有找清楚的 是不是掉了, 或者不知道放在哪兒 私人物件, 我一向都更新 不會亂擺放的 我是資深護師, 杜姑娘 請問你是不是不見了東西? 是 你不見了什麼,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我說不見了一隻錶 雖然是一隻膠錶, 但限量版很有紀念價值 我就算賣光所有東西, 也不會賣一隻錶 我今早, 我洗澡的時候 把錶放在床上, 回來睡了一會兒 睡醒的時候, 錶不見了 我懷疑這裡有人偷走那隻錶 你怎麼這麼說? 是呀… 師生, 你是不是肯定 這隻錶在這間病房不見了? 肯定 好, 不好意思 所有人不能離開這裡 叫所有進入這個極圖的人 回來這裡, 我會馬上去通知阿Dong 你怎麼搞的? 師父, 沒事… 你真是… 怎麼會有證明 怎麼了 好了, 今天反正病房也找不到 證明有人偷我, 我要報警? 當中我可能有些誤會 我們不要驚動警方才 先做一些內部調查 是, 你們一定是為威為互相包庇 然後想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我不管, 我要報警 我要向你們院長投訴 要你們恆恩醫院賠償我的損失 你口口說得像我們偷一樣 還要我們醫院賠償 好像針對我們醫護人員一樣 清姐自稱, 我們嫁給你搜身 那搜身有什麼用呢? 哪有警察會把賊償放在自己身上 那不搜身只是報警, 你有什麼居心? 我相信警方會幫到我 你相信警察也不相信我們醫生護士? 我同意搜身, 證明醫生清白 我也同意搜身 搜… 警察, 你快點走, 走吧, 走吧 這位標位還沒遇見 不是我的 幾大物,這個錶不認識你 對,這個就還有我的錶 我都說有人偷了 你偷了… 我怎麼會偷東西?不關我的事 阿爺,你剛才讚好你 那頭你會偷東西嗎? 我沒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錶 真的不是我 每個賊斷正都說自己沒有 我是冤枉的 你平時擔事也不會偷吃 他不會偷東西的 阿冬,作為陳百歲的副導師 我覺得這次事態嚴重 他一定要嚴懲